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这期继续分享屌丝第195回,红毛,鱼哥不是让我们把人带到砖头场吗?你让胖子往山上开干嘛? 一名男子问道,因为刚刚接电话的男子常年染了一头红发,大家都习惯喊他红毛。 屁话真多,你问那么多干屁。红毛嚷嚷道,问话的男子瞪眼道,老子连问都不能问了。 红毛撇撇嘴,没理会对方,车子已经换了路线往山路上开去,约莫开了二十几分钟后,红毛让司机停车,指着桥梁和魏浩云道,把他俩扔下车。 桥梁和魏浩云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两人的绳子先是被割开,随即就被推下车,紧接着,面包车的车门关上,车子扬长而去。 这是啥情况?魏浩云看着远去的面包车,愣愣道,就这么把咱们放了。 要不然呢?桥梁也呆愣一下,不过已经反应了过来,脸上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看来对方已经知道了咱们的身份,刚刚那叫红毛的男子下车去接电话,上来后就要求换路线,估计是给他打电话的那个鱼哥已经确定咱们的身份了。 靠,把咱们放了,也别扔到这荒郊野领来啊,这让咱们上哪叫车去?魏浩云无语道。 打电话让人来接我们。 乔梁拧着眉头,似乎在想着别的事。 魏浩云点了点头,看了看乔梁的神色,试探性地问了一句,乔书记,您看这是要不要让县局的人过来? 乔梁沉着脸没说话,他刚刚就是在考虑这个,是暂时先按下此事还是直接让县局的人介入? 沉思片刻,乔梁拿定了主意,我给县局的那位胡局长打个电话。 乔梁拿出手机,从通讯录里找出了县局局长胡广有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接通,乔梁竟知道,胡局长吗? 我是乔梁。 我知道我知道,乔书记你有什么指示? 对面的县局局长胡广有忙不迭地点头,口气里透着几分殷勤,乔梁新官上任。 他虽然跟乔梁只是在一星期前的干部大会上打过照面,但手机里不可能没存有乔梁的电话。 胡局长,我被人绑架了,现在在一处荒山里,你派车来接我们。 乔梁说道,啊,什么? 胡广有闻听大惊失色,蹭得一下站了起来,乔书记,您现在在哪? 具体的地方也说不准,不过这里应该还是红木箱的范围,这样吧,我发个手机定位给你。 乔梁说道,好好。 胡广有急忙点头,说完话,胡广有猛地震住,乔梁是真的被绑架了吗? 如果是被绑架,对方还能给他打电话发手机定位。 心里想着,胡广有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乔书记,您真被绑架了。 乔梁道,胡局长,你觉得我是在骗你? 胡广有连忙道,不不,乔书记,我没那个意思,我这就派车过去接您。 两人结束通话,胡广有心里泛起了嘀咕,觉得这是怪怪的,不过胡广有也不敢多耽搁,立刻安排人手,亲自带队前往乔梁发来的位置。 不管有没有古怪,乔梁既然说他被绑架了,胡广有万万不敢有半分轻视。 乔梁和卫浩云在原地等着,他们对周围这一片不熟,又被拉到这不知道是哪的山尬来来,与其乱走,倒不如原地等待。 等了半个多小时,卫浩云不停地看着时间,嘴里念叨道道,到底是把咱们送到傻鬼地方来了? 这半个多小时,怎么连一辆车子都没见到?乔梁笑道,大晚上的谁会到山上来?别着急,慢慢等就是。 卫浩云点了点头,这时候也只能耐心等待。 两人说完话没过去几分钟,就听到警笛声远远传了过来,卫浩云神色一阵,县局的车子来了。 乔梁疑惑道,应该不是县局的车子吧,从县城到这来,可能没这么快。 卫浩云眨了眨眼,难道是乡派出所的? 乔梁点头道,估计是。 乔梁没有猜错,来的三辆车子确实是乡派出所的。 一行人下车后,走在最前头那人,仔细看了乔梁几眼,大不上前道,乔书记您好。 我是红木香派出所所长钟立阳,胡局长让我先赶过来的。 乔梁微微点头,先送我们到尚全村,你通知胡局长去那跟我们会合。 钟立阳听了,不动声色地点了下头,观察了一下周边,眼里闪过一丝疑惑。 局长胡广有跟他说乔梁疑似被绑架了,但看乔梁这样子也不像是被绑架。 不过大晚上的乔梁出现在这里,确实奇怪得很,难道真是被人绑过来的? 犹豫了一下,钟立阳问道,乔书记,我听胡局长说您是被绑架了,不知道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 见钟立阳主动问起,乔梁道,没错,我跟司机小魏是被一帮人绑到这里的,对方还持有枪支。 钟立阳闻言,脸色一下,变得无比凝重,绑架,持枪,被绑对象又涉及到乔梁这个现一把手,这不论哪个元素都足以当成大案要案处理。 钟立阳很快就到,乔书记,您看您方便做下笔录吗? 我记录一下,我们派出所一定全力破案。 乔梁瞥了钟立阳一眼,他突然想到那个持枪的小年轻说的那句极为嚣张的话,在这红木箱,对方就是法。 想及此,乔梁改口道,钟所长,等胡局长过来,我会让我的司机配合献局的人做笔录。 钟立阳听到乔梁这么说,隐隐感觉到乔梁似乎对他们不太信任,眼里闪过一丝若有若无的苦笑。 乔梁没多想,坐车前往曹钦明老家,他和卫浩云开过来的车子还停在曹钦明家门口。 钟立阳跟乔梁坐在同一辆车里,乔梁和司机卫浩云坐在后座。 钟立阳则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得知乔梁要前往曹钦明家,钟立阳脸色微微有些变化,转过头多看了乔梁几眼。 车子到达曹钦明家门口,乔梁和卫浩云下车,看了四周一眼,只见这里早已没有任何痕迹,周边更是连个监控都没有。 而且,乔梁刚刚重新进村的时候有留意了一下,进出村的主路也没看见有什么摄像探头,这里地处乡下农村,位置还比较偏,也不能奢望这里有监控摄像。 略微停顿了一下,乔梁和卫浩云就再次走进了屋里。 钟立阳和锁里的人却是没有立刻跟进去,钟立阳一名手下凑到钟立阳耳旁低声道,钟锁。 乔书记怎么会突然跑到曹钦明家里? 钟立阳目光深邃,摇头道,不要多问,也不要多嘴。 钟立阳说完,跟在乔梁后面进了屋,乔梁这时继续和曹钦明父亲交谈起来。 曹钦明父亲从刚刚又看到乔梁时的惊讶转为平静,之所以惊讶。 是因为曹钦明父亲没想到乔梁和卫浩云被那些人抓了之后会这么快去而复返,而且还一点事都没有。 不过此刻,听到乔梁说他是县里新来的书记后,曹钦明父亲惊讶之余,脸上却是毫无表情,对于乔梁说的话更是没有任何反应。 乔梁见对方一直不理会自己,眉头皱了一下,以为对方是不相信自己的身份。 看到钟立阳进来,乔梁笑道,曹伯伯,这是咱们乡里的中所长,你应该认的吧? 你问问他,看我是不是县里新来的书记? 乔梁说着,看向钟立阳,中所,你跟老人家解释一下。 钟立阳神色莫名,走上前笑道,曹老,这确实是咱们县里新来的乔书记。 曹钦明父亲瞄了钟立阳一眼,冷冷道,我们家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 钟立阳摇了摇头,对乔梁道,乔书记,您别见怪,老人家一直都是这样,对咱们政府的人很排斥。 乔梁挑了挑眉头,盯着钟立阳,为什么会这样?咱们的公职人员做了什么让人家很不信任的事吗? 钟立阳神情尴尬地笑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乔梁。 乔梁眉头微醋,正带在说什么,门外响起了脚步声,乔梁转头看了看,来人正是县局局长胡广友。 乔书记,您怎么到这个地方来了?胡广友一进门就道。 胡局长,听你的意思,我来这里不行吗?乔梁看着胡广友。 不不,当然可以。胡广友当即道。 胡广友说完,看了曹钦明父亲一样,他跟曹钦明父亲有过一面之缘, 对方之前为了曹钦明失踪的事,去找过他一次,直接将他堵在了办公室里。 胡广友也就接待了对方,自那次以后,他就没再见过对方了。 来的路上,胡广友接到钟立阳通知,说是乔梁让他到曹钦明家里会合, 胡广友着实吃了一惊,让手下紧赶慢赶地赶了过来。 胡广友不动声色地看了看乔梁,又瞅了眼曹钦明的父亲, 岔开话题问道,乔书记,您刚刚说被绑架了,没受什么伤吧? 乔梁白手道,没受伤,不过这是必须彻查到底。 胡广友听了点点头,然后一脸肃然道,乔书记,您放心, 这件事我们一定严查到底,绝不会让那些违法分子逍遥法外。 乔梁淡淡地点了点头,又看向曹钦明的父亲,对胡广友道, 我看那持枪的小年轻好像跟老人家认识,你们可以找老人家询问下线索。 胡广友看着曹钦明父亲,点头道, 好,待会我让我们的办案人员找老人家问一下情况。 胡广友说着,看似随意地问道, 乔书记,您晚上是为了曹钦明失踪的事情过来的。 乔梁点头道,没错,胡局长,这曹钦明失踪了一年多,就没一点消息。 胡广友摇头道,没有。 乔梁又问,那你们县局立案没有? 胡广友摇头道,没有。 乔梁目光一鸣,为什么没有立案? 胡广友答道,乔书记,是这样的,根据相关规定, 如果只是正常的失踪,没有其他被害的嫌疑,我们是不与立案的。 乔梁盯着胡广友,你们没有立案调查,怎么就知道没有被害的嫌疑? 胡广友道,乔书记,曹钦明失踪的时候,他的家人来报案。 我们考虑到曹钦明的公职人员身份,也是十分重视的,专门派人去跟进调查, 确实没有证据证实曹钦明有被害的嫌疑。 乔梁淡淡道,如果没有被害,一个大活人就这么从人间蒸发了。 胡广友苦笑道,乔书记,其实每年的失踪案件都不少的, 但很多往往都是没有结果,人不见了,不代表就是遇害了, 有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自己藏起来了。 乔梁道,就曹钦明家里这个情况,你觉得他会自己藏起来放着父母、妻子不管吗? 胡广友沉默了,乔梁说的话让他无从反驳。 乔梁盯着胡广友看了一阵,没再说什么,目光重新落到曹钦明父亲身上, 再次问道,曹伯伯,关于您儿子曹钦明失踪一事,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老人默然道,我儿子失踪了,我能知道什么? 我已经去报案了,找人不是警方的事吗? 乔梁皱着眉头,他能看出老人哪怕是现在知道他的身份后, 依然对其十分排斥并且充满了不信任。 请你们离开,时间很晚了,我们家人要休息了。 老人开口感人。 好吧,那就不打扰你们休息了。 乔梁点了下头,又道,曹伯伯,如果您想起些什么, 可以尽管来找我,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写下来给您。 乔梁找了纸笔过来,将电话号码写了下来,临走前,乔梁陡然又问道, 曹伯伯,晚上那持枪的小年轻,你是不是认识? 老人家摇头道,我怎么会认识那种人? 乔梁道,曹伯伯,晚上的案子不是什么小案子, 你要相信警方的人一定会破案,我也会亲自跟进此案, 如果你有线索,一定提供给警方, 相信你也不愿意看到那些违法犯罪分子逍遥分外。 老人不耐烦起来,走走,你们赶紧走,我都说不认识了。 乔梁无奈地从曹钦明家里出来, 曹钦明父亲始终对他们摆出一副不信任的态度, 乔梁伟实无奈得很。 乔书记,这曹钦明父亲自打其儿子失踪后, 脾气就变得十分怪异,性格也很孤僻。 我们的人来找过几次,有时候连门都不让进。 跟在乔梁身后的胡广有说道, 不要只说别人的问题,先从咱们自身找找原因, 人家会无缘无故地排斥咱们吗? 乔梁淡然道。 是是,乔书记您说得没错。 胡广有附和道。 先回去吧。 乔梁挥了挥手,转身上了自己车子。 胡广有见状,走到车旁道, 乔书记,那您先离开, 我派辆车护送您回县城, 我就先不走了。 留在这里督促查找线索, 争取早日破案。 乔梁点头道, 那就辛苦胡局长了, 有什么发现,及时跟我汇报。 胡广有郑重道, 乔书记放心, 一有进展, 我会及时您汇报。 两人说了几句, 魏浩云便启动车子离开, 车子开出去一段距离后, 魏浩云才道, 乔书记, 您觉得这县局的人信得过吗? 乔梁撇嘴道, 不管信得过还是信不过, 案子也只能交给他们办, 不然还能怎么样? 魏浩云听了道, 说得也是, 不交给他们办, 咱们也很难自己查。 乔梁沉默了一下, 问道, 小魏, 今晚咱们来这一趟, 你怎么看? 魏浩云想也不想就道, 乔书记, 这还用说吗? 曹清明失踪一事, 肯定有引擎。 晚上那些袭击绑架咱们的人, 绝对跟这事有关, 不然他们无缘无故攻击咱们干嘛。 咱们估计就是来了解曹清明的事, 才被他们盯上的。 乔梁沉默轻点着头, 魏浩云说的这个, 他也想到了。 魏浩云从后视镜里, 看着乔梁的反应, 见乔梁赞同自己的话, 魏浩云继续道, 乔书记, 要是抓到今晚这些袭击绑架咱们的人, 说不定能对曹清明失踪的案子, 有所帮助。 乔梁悠悠道, 那就要看能不能抓到人了。 魏浩云吓了一跳, 乔书记, 您不会怀疑这么大的案子, 还有人敢糊弄您吧? 乔梁道, 拭目以待吧, 看现局的人能查到啥。 魏浩云道, 晚上这帮人动静这么大, 我认为要查应该是不难的, 听他们说话的口气, 在这红木箱, 应该也不是什么岌岌无名的人, 肯定有人认识他们。 乔梁神色一动, 小魏, 你这话提醒了我, 回头你去宪局一趟, 将晚上咱们看到的这些人, 尤其是那持枪的小年轻, 把他们的外貌特征口述下来, 宪局应该有擅长素描的高手, 让对方将晚上这帮人的外貌画下来, 从户籍信息库里, 比对, 找出这些人。 魏浩云点头道, 好, 等会我送您回去后, 就直接去宪局。 乔梁点点头, 又道, 其实我看曹清明的父亲, 大概率是认识那为首持枪的小年轻的, 只可惜他不说。 魏浩云道, 或许是对咱们不信任吧, 看他的态度, 明显是有很强的戒备心, 当然, 或许还有一种可能, 他一直被警告威胁, 所以不敢多说什么。 乔梁道, 你说得没错, 他应该是被警告威胁了, 晚上咱们一到曹清明家里, 没过多久, 那火攻击绑架, 咱们的人就出现了, 他们是如何知道, 咱们到曹清明家里的? 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 他们一直有人在暗中盯着。 魏浩云道, 小小一个达官县, 看来水很深。 乔梁笑道, 水深不深我不知道, 不过这达官县可不小, 我来了达官后, 市里的郭书记 跟我说了一句话, 官州很小, 达官很大, 达官县的财政 更是占了市里的三分之一强。 魏浩然恍然, 难怪乔书记您能尽是班子, 这达官县在市里的分量 确实很重啊。 乔梁淡淡一笑, 我能禁食班子, 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是郑国宏书记提名的, 否则历来达官县的一把手, 从来没有禁食班子的先例。 听到乔梁这话, 魏浩云突然有些后怕, 乔书记, 郑书记对您很关心, 今晚这事, 幸亏您没事, 不然我真是难辞其咎, 没脸去见郑书记。 乔梁不以为然地笑道, 这种突发事件, 谁也无法预料, 就算真有啥事, 也不能怪到你头上。 魏浩云道, 不管怎么说, 郑书记让我保护您, 我就得保证您的安全, 万无一失。 乔梁笑道, 你不用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今晚这种事, 相信不会有第二次的。 魏浩云跟着笑, 最好不要再来第二次了, 不然我怕我这小心脏承受不了。 两人说笑着, 返回县城后, 魏浩云先行送乔梁回县宾馆的住所, 随即前往县局。 乔梁回到房间, 看了下时间, 已经十一点多了, 便直接洗漱了一下睡觉。 次日早上, 乔梁刚到办公室没议会, 现场长成梁就赶了过来, 一进办公室, 长成梁就关切地问道, 乔书记, 我听说您昨晚前往红木箱的时候遇险了, 您没受什么伤吧? 见长成梁一脸关切, 乔梁笑道, 成梁同志, 谢谢你的关心, 我没啥事, 不然今天可就没办法站在这里了。 长成梁点头道, 没事就好, 我已经听县局的胡局长汇报了相关案情, 不知道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 简直是害人听闻。 乔梁看着长成梁呵呵笑道, 成梁同志, 我也想知道到底是谁, 我这新书记才刚上任一周, 就有人给了我一个大大的下马威啊。 长成梁神色一愣, 皱眉道, 乔书记, 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偶发事件, 应该不是有人故意 要针对您。 乔梁笑道, 我只是随口一说, 没说是有人故意针对我, 成梁同志误会了。 长成梁道, 乔书记, 总而言之, 不管这件事是谁干的, 一定要一查到底, 将这些法外狂徒绳之以法, 一个都不能放过。 乔梁点了点头, 成梁同志说得没错, 通过昨晚这事, 再加上我来达官之前, 郑国宏书记找我谈话, 跟我着重提了多导族反馈的, 有关达官线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现在有个想法。 长成梁眨眨眼, 然后看着乔梁, 不知道乔书记您有什么想法。 乔梁笑道, 我打算今天上午临时召集一个班子扩大会议, 待会咱们在会上再讨论。 长成梁凝视了乔梁一眼, 点头道, 也好。 这时, 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来人是县局局长胡广友, 长成梁见识胡广友过来, 站起身道, 乔书记, 您先忙, 我先回去了。 乔梁点点头道, 我让办公室的人通知下去, 十点半咱们在会议室开会。 长成梁点头离开, 和胡广友错身而过时, 两人眼神交流了一下, 胡广友走到乔梁办公桌前, 乔书记, 我来跟您汇报一下 昨晚您被绑架一案的相关案情。 乔梁看着胡广友, 胡局长, 是不是发现什么线索了? 胡广友道, 根据您的司机魏浩云描述的那些暴徒的外貌特征, 我们通过户籍库的人员比对后, 锁定了所有嫌疑人。 乔梁神色一阵, 问道, 为首那持枪的小年轻是什么身份? 胡广友将一张照片放到了乔梁办公桌上, 乔书记, 这就是您说的那持枪的小年轻吧? 乔梁看了一眼, 当时点头道, 没错, 就是他。 胡广友道, 这人叫余永辰, 是红木乡本地人, 我们已经安排人进行布控, 正在对他实施抓捕。 胡广友说着顿了顿, 又说了一句, 这个余永辰是红木乡书记曾文山的外甥。 乔梁眉头一条, 红木乡的书记。 胡广友点头道, 没错。 乔梁冷笑, 难怪这么嚣张, 你知道昨晚这余永辰说了什么话吗? 他说在红木乡, 他就是法。 胡广友正了正, 旋即道, 这可能是小年轻, 不知天高地厚, 无意见口出狂言才说的。 乔梁笑道, 胡局长仅仅只是这么认为, 那你觉得这个余永辰作为乡书记曾文山的外甥, 如此嚣张跋扈, 还非法持有枪支, 这些事情曾文山知道吗? 胡广友苦笑道, 乔书记, 曾文山是否知情, 我没证据, 也不敢妄言, 这里边如果涉及到干部违纪的事, 也不属于我们县局的调查范畴。 乔梁看着胡广友, 似乎想瞧出对方内心的真实想法, 不过胡广友脸上并没啥一样, 乔梁心知胡广友刚刚说的话同样没错, 曾文山如果有啥问题, 那也是纪律部门的事。 摆了摆手, 乔梁道, 胡局长去忙吧, 关于这余永辰以及其他暴徒, 你们县局要抓紧追捕, 尽快将这些人缉拿归案。 胡广友正色道, 乔书记您放心, 我们已经不下天罗地网, 只要他们还在达官县, 绝对不会让他们跑了。 乔梁道, 嗯, 我等你的好消息。 胡广友道, 乔书记, 那我先走了。 胡广友刚走到门口, 乔梁突然又叫住胡广友, 胡局长, 关于曹钦明失踪一事, 我提个建议, 你们县局应该对此进行刑事立案。 这, 胡广友犹豫起来, 乔书记, 可是没有证据证明曹钦明是被害啊, 刑事立案的证据不足。 不查怎么会知道证据不足? 乔梁看着胡广友, 胡局长是真的认为, 证据不足还是不想找人。 乔书记, 您千万别误会, 我不是不想找人, 而是刑事立案确实是缺乏足够的证据。 另一点, 我们县局的人手一直都十分紧张。 胡广友解释道, 乔梁淡然道, 缺人手的理由你就不用跟我说了, 警力紧张, 这在哪个地方都是常态, 难道人家别的地方就不办案了吗? 胡广友无奈地笑道, 乔书记, 您既然坚持刑事立案, 那我就照您的指示去做。 乔梁这才满意地点头道, 曹清明失踪一事,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没有结果。 胡广友道, 我们县局会尽力找人。 乔梁点点头, 又道, 我听说曹清明失踪前, 一直在为其女儿死亡一事上告。 胡广友点头道, 对, 是有这么一回事, 但我们的尸检报告, 结果已经证明其女儿是稀粉过量死亡, 并不是他杀。 但是曹清明似乎不相信这个结果, 因为这个事, 我还亲自找他谈过两次话, 跟他说明尸检结果是请省里的专家来复合过的, 是具有权威性的,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乔梁文言点点头, 没多说什么, 沉思片刻, 突然道, 胡局长, 这样吧, 你把曹清明女儿死亡一事的相关卷宗送一份到我办公室来, 方便吗? 听了乔梁这话, 胡广有微微一正, 乔梁要看卷宗? 这是什么意思? 他想干什么? 此时胡广有虽然疑惑, 但来不及多想, 他知道乔梁既然提出这个要求, 自己是不能拒绝的, 也不敢拒绝, 乔梁可是挂士班子成员的县书记, 县里没有任何人能和他相比的, 自己更是得罪不起。 于是胡广有盲点头道, 乔书记您要看, 那当然可以。 乔梁微微一笑, 道, 好, 你回头让人送一份过来。 胡广有点点头, 道, 乔书记, 没其他事的话, 我这就回去安排。 乔梁点点头, 示意胡广有可以离开了。 看着胡广有离去的背影, 乔梁微微沉思着, 不知道在想什么。 沉思半想, 乔梁将伟办主任魏明哲喊了进来, 交代其通知临时召开班子扩大会议的事, 魏明哲文言差异地看了乔梁一眼, 随即隐约猜到, 可能是跟乔梁昨晚在红木乡遇袭的事有关, 并没有多问。 乔梁昨晚遇袭的事, 魏明哲也已经知情, 他作为伟办主任, 同时也是县班子的成员。 这么大的事, 魏明哲不可能不知道, 他在县里边也有自己的消息渠道。 魏明哲很快点头道, 乔书记, 我这就安排通知下去。 魏明哲说完瞄了乔梁一眼, 又多问了一句, 乔书记, 我前两天送到您办公室的那份秘书候选名单, 不知道您看了没有。 乔梁摇头笑道, 我看过了, 还是没有满意的人选。 魏明哲听了, 嘴角抽了抽, 心想乔梁对秘书人选的要求也太高了。 他这已经是按照乔梁的要求优中, 选优地从县里边挑选出了几个备选人员。 乔梁依旧是看不上, 而且这是他这一星期来送到乔梁这的第二份名单了。 乔梁还是一个没看中。 注意到卫明哲的神色, 乔梁笑道, 秘书这是急不得, 慢慢来吧, 这些日子只能麻烦为主任辛苦点。 卫明哲道, 辛苦倒不会, 这本来也是我的分内事, 就是乔书记您的秘书人选要是一直没定下来, 很多工作也不方便。 乔梁点了点头, 道, 嗯, 你按我的要求再帮我挑几个人选, 我再看看。 卫明哲点头道, 好。 乔梁道, 那就先这样, 你先去通知开会的事。 卫明哲点头离去, 乔梁无奈地笑笑, 在秘书人选这世上, 倒不是他鸡蛋里挑骨头, 而是他需要挑选一个信得过的秘书, 这才是秘书人选迟迟未能定下来的缘故。 其实乔梁心里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那就是他原来在松北县工作时的秘书傅明海。 只可惜, 当初他调离松北时, 将傅明海推荐给了耿直担任秘书, 耿直现在用得还挺满意。 他之前给耿直打电话, 耿直似乎还打算将傅明海一起带到市里。 乔梁自然不好开口提这事。 没法将傅明海调过来, 乔梁也就只能慢慢物色新的秘书。 乔梁想着心事, 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乔梁将放在桌上的手机拿起来看了一眼, 见是楚衡打来的, 乔梁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 楚衡这王八蛋又打来干什么? 略意迟疑, 乔梁还是接起了楚衡的电话。 电话接通, 乔梁脸上换上一副笑容, 楚歌, 您找我。 电话那头的楚衡同样是声音里透着笑意, 小乔, 你升官了就不接我的电话。 乔梁道, 楚歌, 您这说的哪里话, 我哪敢不接您的电话啊。 楚衡笑道, 上周我给你打电话, 你不就没接吗? 乔梁唉呀一声, 故作惊讶, 楚歌, 您不说我都给忘了, 上周您打过来的时候, 我正好在跟吕倩打电话呢, 打完之后, 工作一忙, 我就忘了给您回过去了。 你也知道, 我刚调到达官来, 事情太多了, 我这新官上任可以说是千头万绪, 这些天都一直在忙着熟悉和了解工作。 楚衡点头道, 嗯, 可以理解, 我这不也是跟你一样, 刚上任事情比较多, 上周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听到你在通话中, 本来还想着那晚再给你打一个。 这不, 一忙起来也忘了。 乔梁笑道, 我也都忘了恭喜楚歌高声呢。 楚衡淡淡地笑道, 哪里弹得上高声, 只不过是平调罢了。 楚衡嘴上如此说, 乔梁还是能从楚衡的声音里 听到对方的自得之意, 眼里闪过一丝音质, 他对楚衡太了解了, 这王八蛋现在肯定是一脸春风得意。 迷马, 混账王八蛋, 乔梁心里骂着楚衡, 强忍着心里的烦躁, 尽量用平静的口吻问道, 楚歌, 您这会儿给我打电话时。 楚衡笑道, 也没啥事, 这不是想到上周给你打电话你没接, 我正好这回要到县里调研, 突然间想起这个事, 给你打一个。 乔梁忙道, 楚歌, 是我的不是, 忘了给您回电话。 楚衡笑起来, 老弟, 瞧你这话说的, 咱们兄弟间那么生分干嘛, 我给你打电话, 主要是想说, 咱们最近挺久没聚了, 应该找个时间聚一聚, 我们兄弟之间应该多走动吗? 老话说得好, 兄弟连心其力断金, 只要咱们兄弟联手, 这偌大的江东, 今后一定有咱们兄弟的一席之地。 听着楚衡的话, 乔梁眼睛眯了起来, 虽然楚衡这番话虚伪至极, 但他还是听出了楚衡话里饱含的野心, 特么的, 这王八蛋将来还想进一步高升到省里, 而以楚衡的手段和能力, 恐怕将来还真能实现其野心, 这让乔梁心里产生了一层深深的隐忧。 老弟, 我准备出发去县里了, 下回我约个时间, 咱们一起吃个饭。 楚衡说道, 好, 那就等楚哥您安排。 乔梁笑道, 挂掉电话后, 乔梁神色阴沉, 楚衡这王八蛋没事还给他打个电话演戏, 好像两人的关系真有多么亲近似的。 乔梁心里恼火, 但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这一点上需要跟楚衡学习。 他知道楚衡心里肯定也是恨不得将他踩在脚下永远翻不了身, 但对方始终跟个笑面虎一样, 哪怕是对待敌人, 也不会表露出敌意, 在心机和城府上。 乔梁心知自己和楚衡比差远了。 默默想了会楚衡的是, 乔梁压下心头的恨意和楚衡周旋和斗争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他要学会隐忍, 之前他的涵养还是差了点火候。 时间一晃到了十点半, 乔梁来到尾半大楼的小会议室, 说是小会议室, 其实一点也不小。 有近两百平方, 能容纳近百名干部一起开会。 乔梁到的时候, 其他人已经先到了, 这是乔梁上任后召开的第一个班子扩大会议。 看到人都来齐了, 乔梁坐下后也不废话, 开门见山道, 今天这个班子扩大会议是临时召集的, 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和行程, 我长话短说, 咱们直接进入主题。 乔梁顿了顿, 环视了在场的人一圈, 这次我到达官县来工作。 省里的郑国洪书记专程找我去谈了一次话, 重点提了上面督导组针对达官县一些乱象所反馈的报告, 要求我到达官后要对标督导组的反馈报告全面落实整改, 绝不能有一丝含糊。 我也在郑国洪书记面前打了包票, 要坚决落实整改, 不打半点折扣。 乔梁说到这, 轻轻敲了敲桌子, 同志们, 省里市里的领导甚至包括督导组的同志可都在盯着咱们, 咱们达官县必须有所行动, 坚决贯彻整改, 尤其是昨晚我临时起义去了红木乡一趟, 结果却是意外遭受了袭击绑架。 这更让我意识到针对县里的一些乱象治理,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相信大家也都看到督导组的反馈报告里提到了一条, 着重指出咱们达官县的治安不好, 所以, 接下来, 我建议在县里面展开一次全面彻底的治安整顿专项行动。 乔梁说完,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不少人暗暗交流着眼神, 却是没人说话。 乔梁看了众人一眼, 正要点名询问现场长城梁的意见, 这时县局局长胡广友轻咳了一声, 道, 乔书记, 不知道我能不能说句话。 胡广友是副县长监县局局长, 虽然不是县班子的成员, 但因为今天召开的是班子扩大会议, 所以, 胡广友也受邀参会。 乔梁点头道, 咱们开会本就是畅所欲言, 大家有什么意见和想法都可以提, 胡局长有什么话就说吗? 胡广友道, 乔书记, 您刚刚提到了治安的问题, 作为主管领导, 我不得不说两句, 您昨晚在红木相遇袭的事, 是偶发事件, 不能片面跟县里的治安连在一起, 虽说县里的治安工作, 确实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但也不能全盘否定吧, 否则只会让全县广大一线警府人员寒心。 乔梁道, 胡局长怕是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没有全盘否定县里的治安工作, 而是说咱们需要根据督导组反馈的情况, 进行落实整改, 昨晚我的亲身经历, 也证实了咱们县里的治安存在很大的问题, 我相信任何事件的发生, 偶然中存在着某种必然, 我们要证实问题。 胡光有嘴唇动了动, 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现场长城梁这时到, 我完全赞成乔书记的意见, 督导组反馈的咱们县里的治安问题并不是无中生有, 确实有必要展开治安专项整顿行动, 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见长城梁附和自己, 乔梁看了长城梁一眼, 朝其清点了下头, 又问道,其他人呢? 大家有什么意见? 傅县长万红这时跟着出声道, 我也赞成乔书记的提议, 虽然我也是刚到达官工作, 对县里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 但这次督导组反映的咱们县里的一些情况, 影响不可谓不大, 省市领导都在看着, 回头督导组甚至还会回头看, 再一次来到咱们达官, 所以咱们肯定是要积极落实整改, 万红这番话让在场的人神色一领, 督导组要是回头看, 一旦再被爆出严重问题,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乔梁朝万红投去一个赞许的眼神, 对方这话说到了重点, 他刚刚也想说, 督导组过一段时间后, 可能会再次到达官县回头看, 万红倒是说出了他的心声。 正了正神色, 乔梁肃然道, 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 那接下来就在全县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治安专项整顿行动, 这次整顿行动不仅动静要大, 而且要出效果, 要搞出声势浩大的阵势, 当然, 这样做不是为了作秀, 更不是为了给上面看, 而是为了震慑那些萧小之徒。 常诚良点头道, 没错, 乔书记说得对, 咱们要搞出雷霆之事, 给予那些违法犯罪分子巨大的威慑。 常诚良说着, 又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 我觉得, 咱们还得给这次行动取个声势响亮的名字, 必须突出此次专项行动的主题和县里的决心。 伟办主任魏明哲听到这话笑道, 长线长, 您这么一说, 再加上乔书记刚刚说为期三个月,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名字, 就叫百日会战如何? 百日会战。 常诚良惊念了一遍, 颇为认可地笑道, 不错, 这个名字挺好。 乔书记您觉得呢? 魏明哲看着乔梁道, 嗯, 不错, 我看这个可以。 乔梁笑呵呵地点头, 看向一言不发的胡广友, 胡局长, 你认为呢? 各位领导都觉得可以, 我自然是没什么意见。 胡广友闷声道, 行, 那就这么定了, 即日起, 在全县开展代号百日会战的治安专项整顿行动, 同时, 宣传部门要跟上, 在县电视台、 报纸、 电台等相关宣传渠道上进行全天候的滚动宣传, 务必要达到巨大的震慑效果。 乔梁拍板道, 听着乔梁质地有声的话, 在场的人心思各异, 乔梁上任一周, 终于要烧起新官上任后的第一把火了。 这场临时召集的班子扩大会议, 开得突然结束得也快, 在乔梁和长城梁这两个县里的一二把手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 也根本没人赶不开眼地提反对意见。 会议结束后, 胡广有来到了县长长城梁的办公室, 无奈道, 长县长, 咱们县里人口众多, 警力极其紧缺,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情况, 这个时候, 开展专项整顿行动, 那我们就得把警力确保优先用在专项行动上, 这不是影响我们其他工作吗? 您刚刚也不替我们说句公道话, 您可是清楚我们的困难的。 长城梁笑道, 你们是有困难不错, 但有困难就能不干工作了。 再说了, 乔书记高举多刀组的大旗, 你总不能让我提反对意见吧? 胡广有砸了砸嘴, 也不是让您提反对意见, 但人手不足是现实存在的问题。 长城梁叹了口气, 老胡, 我知道你的难处, 但这时候没困难得上, 有困难更要克服困难上。 治安问题确实是都岛组点出的一个大问题, 咱们必须有所行动, 上要对都岛组有所交代, 下要对全县老百姓负责吗? 胡广有苦笑道, 我这不是心疼底下的警员吗? 平时就工作多任务中, 这次再来个专项整顿行动, 估计很多人连休息时间都不能保证了。 长城梁道, 我理解你, 更能体会广大一线警员的辛苦, 但这次专项整顿行动的绝对主力, 也只能是你们。 这样吧, 我让财政那边给你们列一笔特别奖金, 发给所有的一线警员。 胡广有脸上, 这才有了些许笑容, 有点物质奖励总比没有好, 长现场, 我就带大家感谢您了。 长城梁笑道, 感谢我就不必了, 这个回头也得乔书记签字, 当然, 我相信乔书记肯定是不会反对的, 毕竟辛苦出力的是你们。 长城梁说着走到胡广有身旁, 笑着拍了拍胡广义的肩膀, 老胡, 你这个局长还真的是关心爱护不下, 县局有你这么一个局长, 是全线警员的福气。 胡广有笑道, 长现场, 您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这不过是我身为局长的职责罢了。 两人说笑了几句, 胡广有又跟长城梁谈了点其他工作, 这才离去。 一天的时间过得很快, 次日一早, 乔梁刚到办公室一会, 手机就响了起来, 是郭兴安的秘书王彰华打来的。 电话里, 王彰华通知乔梁到市里一趟, 说是郭兴安找他有事。 乔梁眉头微拧, 问道, 王科长, 你知道郭书记找我什么事吗? 王彰华笑道, 乔书记, 这我还真不清楚, 刚刚郭书记一到办公室, 就让通知您过来一趟, 并没说什么事。 乔梁点头, 好, 我知道了, 麻烦你了。 挂掉电话, 乔梁砸了砸嘴, 还有一堆事的他, 只能先放下手头的工作, 坐车赶往市里。 抵达市里时, 已经快十点, 王彰华正在办公室门口等着乔梁, 见乔梁到了。 王彰华上前一步道, 乔书记, 郭书记已经在等您了, 您请进。 乔梁冲王彰华点点头, 走进了办公室。 郭兴安特地在等乔梁, 亲切地招了招手笑道, 小乔来了, 坐。 乔梁坐下后便问道, 郭书记, 您这么急找我来事。 郭兴安看了乔梁一眼, 笑道, 小乔, 你去达官之前, 我就猜到, 你肯定会闹出动静来, 但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让人告状, 告到我这里来了。 乔梁听了一愣, 有人跟郭兴安告他的状。 郭书记, 不知道是谁跟您告我的状。 乔梁问道, 你不用管是谁, 怎么, 你还想找人家的麻烦不成。 郭兴安笑着点了点乔梁, 我就问你, 你是不是干预宪局办案了? 如果属实, 那就说明人家告状的没冤枉你。 干预宪局办案。 乔梁皱眉, 郭书记, 不知道告状的人, 说我干预什么案件了。 郭兴安没回答, 而是问道, 你们县里, 有个叫曹清明的副香肠。 嗯, 是有这么一个人, 不过已经失踪一年多了。 乔梁道, 那就没错嘛, 这个人失踪一年多了, 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他是被害, 也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条件。 我听说你利用权力强制要求县局对此进行刑事立案。 郭兴安看着乔梁, 郭书记, 首先我要明确的是我给县局的是建议, 并不是强制要求, 其次, 曹清明失踪一事, 我认为是应该予以刑事立案的, 所以才会给县局提这么一个建议。 乔梁解释道, 眼里闪过一丝音质, 靠, 他跟县局提议对曹清明失踪的是刑事立案, 这么快就被人告状到市里, 你妈, 这里头没鬼就怪了。 此刻, 乔梁脑海里浮现出县局局长胡广友的身影, 这是八成就是胡广友干的, 否则不会有人这么干。 小乔, 姑且不说你所认为的看法对还是不对, 你是县里的一把手, 还是是班子的领导, 你给县局提建议, 你认为人家敢不听吗? 你说你只是提建议, 但以你的身份地位提出来, 人家只会当是命令, 你说呢? 郭兴安反问道, 乔梁沉默了, 郭兴安说的这一点没错, 他也无法否认。 乔乔, 你是不是无话可说了? 郭兴安笑道,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 你确实是受人口实了。 乔梁拧着眉头, 忍不住再次问道, 郭兴安, 到底是谁告我的状? 是县局局长胡广友吗? 郭兴安好笑道, 小乔, 你一味追问这个, 到底想干啥? 我可告诉你, 不准给我乱来, 还有, 不是你说的那个县局局长跟我告的状, 你别给人乱扣帽子, 不是胡广友, 乔梁郑主, 不是胡广友, 那会是谁? 乔梁一时有些走神, 郭兴安又道, 小乔, 你出道达官, 要干的工作多了去, 督导族反映的, 有关达官的一些问题, 你作为新上任的一把手, 要负责牵头, 去整改, 这也是你到达官的一个重要任务, 摆在你面前的工作不少, 你说, 你去关注一个失踪了一年多的复乡常干嘛, 这种事, 有警局的人去操心, 你应该, 把注意力放到主要工作上, 要分清主次, 抓大放小吗? 作为一把手, 你要是试试操心, 那不得累死, 你就算是一天24小时不睡觉, 都忙不过来, 乔梁挠了挠头, 想说曹钦明这事, 是郑国宏找他谈话时专门提到的, 想了想, 乔梁终归是没说, 以免郭兴安认为他是在拿郑国宏压他, 这可是官场大计, 虽说郭兴安应该不是那样的人, 但他还是要注意点分寸, 郭兴安继续道, 小乔, 今后工作上还是要注意点, 你到达官去工作, 我是很放心的, 唯一担心的, 就是你的做事风格, 你如今是一把手, 更要考虑的是统筹全局的工作, 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横冲直撞, 做事不考虑后果了, 乔梁郑重道, 郭书记, 我知道了, 我会谨记您的教诲, 郭兴安笑道, 小乔, 我看你这副表情, 是不是心里还有点不服气, 嫌我啰嗦, 乔梁连忙道, 郭书记, 那可没有, 我虚心听着您的批评教育呢, 郭兴安听得一笑, 瞅了瞅乔梁, 眼神里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郭兴安很快就问道, 小乔, 你的秘书人选定了没有? 乔梁摇头道, 还没有, 郭兴安笑道, 怎么, 你小乔的眼光那么高, 连个看得上的人选都没有, 乔梁道, 郭书记, 不是那样, 主要是, 目前确实没有合适的人选, 郭兴安笑道, 那什么样的才算合适的, 乔梁苦笑, 其实我的要求也不高, 只要人脚踏实地, 值得信任就行了, 郭兴安意味深长地看了乔梁一眼, 小乔, 你是对达官的人不信任, 乔梁微微沉默了一下, 道, 郭书记, 你也知道达官的情况比较复杂, 所以, 在选秘书一事上, 我比较慎重, 郭兴安站起身, 走到乔梁身旁, 拍了拍乔梁的肩膀, 小乔, 你这么想是没错的, 小心无大错, 秘书是领导身边的左膀右臂, 领导的公式家事, 大都也绕不过秘书, 所以选秘书, 确实是不能随意, 乔梁点头笑道, 郭书记您说得没错, 郭兴安道, 但你身为一把手, 秘书迟迟未定也不行, 这会影响你办事的效率吗, 要不我给你推荐一个吧, 保准你满意, 乔梁愣了一下, 郭兴安要给自己推荐秘书, 短暂的发愣后, 乔梁忙道, 郭书记, 我这点小事怎么敢麻烦您, 郭兴安笑道, 小乔, 这可不是小事, 功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这秘书啊, 确实是领导身边 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你既然对达官的人不信任, 我给你推荐安排的, 你就不用有那种顾虑, 绝对可以让你放心, 郭兴安说着, 走到座机旁, 拿起桌上的座机 打了个内线电话, 王秘书, 你让办公室的玉江河来一下, 郭兴安说完放下电话, 对乔梁笑道, 小乔, 我跟你说的这个玉江河, 是市里去年的选调生, 水木大学毕业的研究生, 特别优秀, 本来应该是安排到基层工作的, 我看了他的资料后, 十分喜欢, 就把他留在尾办, 准备重点培养。 乔梁文言道, 郭书记, 既然是您看中的人才, 那应该留在您身边, 我怎么敢抢您看中的人才? 郭兴安笑道, 你这秘书人选不早点定下来可不行, 我跟省里推荐你去达官工作, 安书记知道后, 还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我是把你往火坑里推, 乔乔, 安书记可是为了你的事批评我了, 那我就得当好你的后勤对偿, 解决你的后顾之忧, 让你能心无旁骛地工作。 乔梁郑主, 安书记给您打电话了, 郭兴安笑了起来, 那不然还有哪个安书记? 小乔, 安书记对你那么关心, 真是你的福气, 你在体制里也不少年头了,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有一个欣赏自己的伯乐是多么重要。 乔梁呆呆地没说话, 最近他忙起来, 倒是没怎么跟安哲联系, 这无疑是他的不对, 但安哲却始终在默默关心和关注着他的成长。 乔梁发愣时, 郭兴安看着乔梁的眼神, 多多少少也有些羡慕, 安哲对乔梁的关心确实是不一般, 不过对方给他打电话说的一番话更多的是开玩笑, 两人不是上下级, 安哲又如何会批评他? 这时, 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一名年轻男子站在了门口, 郭兴安转头看了看, 笑着招手道, 江河, 进来。 年轻男子走了进来, 郭兴安给乔梁介绍道, 小乔,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郁江河, 去年刚研究生毕业的, 怎么样, 看着是不是一表人才。 乔梁上下打量着郁江河, 心想对方姓郁, 这个姓倒是挺少见。 心里的念头一闪而过, 乔梁看着郭兴安笑道, 郭书记您看中的人才肯定不会差。 郭兴安看着乔梁笑道, 江河是京城人, 来咱们关州也算是服务偏远落后地区了, 你现在既然还没秘书, 那就让他去当你的秘书, 也让他到县里锻炼锻炼。 乔梁听到郭兴安的话, 一时不好拒绝, 他其实不想这么快决定秘书的人选, 但郭兴安给他推荐的, 他要是一味推荐, 那就有点不失抬聚了。 而且, 这与江河还是水木大学研究生毕业的高材生, 人家给他当秘书, 还有点屈才了, 他要是还不满意, 怕是会让郭兴安觉得他是鸡蛋里挑骨头。 犹豫了一下, 乔梁道, 郭书记, 江河同志可是水木大学的高材生, 您让他给我当秘书, 我怕会委屈了他。 郭兴安笑道, 这有啥委屈的, 能跟在你身边工作学习, 是他的造化, 哪里谈得上委屈? 郭兴安说着, 转头看向郁江河道, 江河, 这是咱们达官县的书记乔梁同志, 你自个儿说说, 去给他当秘书, 会不会委屈了你? 郁江河诚惶惶恐道, 郭书记, 您这么说是折杀我了, 能跟在乔书记身边工作学习, 那是我做梦都想的事。 郁江河说完又恭敬地对乔梁道, 乔书记, 您好, 我早就听过您的大名了, 您可是我的偶像。 乔梁好笑道, 怎么我还成了名人了, 你是从哪听到我的? 郁江河不好意思地笑笑, 是省礼要调您来达官工作, 我就专门上网查了下乔书记您的资料, 越看越佩服您, 十分崇拜。 郭兴安听得一笑, 我看这就好得很吗? 小乔, 听到了没有? 江河看来, 巴不得跟在你身边工作学习, 这事就这么定了, 就让他给你当秘书, 你也好专心工作, 不用分心, 我对你到达官工作是寄予厚望的, 你可不能让我失望。 乔梁无奈地笑笑, 郭兴安这都替他决定了, 他哪里还能拒绝? 而且, 郭兴安这本意, 也是关心他在达官的工作, 他伪实不好拒绝郭兴安的好意。 此时, 对于郭兴安给他推荐秘书人选这事, 乔梁并没有多想。 乔梁之所以没有多想, 是因为他之前跟郭兴安的交往, 他一直感觉自己和郭兴安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而且, 一个是上级, 一个是下属, 上级出于关心, 给下属安排秘书, 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当然, 乔梁也明白一个事情, 那就是在体制内, 如果两个人工作上不产生交集, 那是很少会有利益冲突的, 但一旦两人在工作上有很多交集, 那很多时候, 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涉及自身利益的冲突和矛盾, 那两个人本来很好的友情和友谊, 就会受到损伤和损害, 甚至会发展成为水火不容的敌人和对手。 当然, 乔梁虽然明白这个事情, 但此时他绝对没有就自己和郭兴安的关系往那方面去想。 毕竟他和郭兴安有过在江州共同对抗洛飞的基础, 结下了不错的战斗情谊。 想起和郭兴安一起对抗过洛飞, 乔梁就不由想起了洛飞。 想起洛飞曾经担任过关州市的市长, 想起洛飞如今的结局, 心里又不禁一阵唏嘘。 哎,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逃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郭兴安这时对郁江河道, 江河, 你回去收拾一下, 待会就直接跟乔梁书记去打官。 郁江河点点头转身离去, 郭兴安又脸色严肃地对乔梁道, 咱们还是说回刚才的证实, 你到达官工作, 既不能畏守畏尾束手束脚, 也不能随意乱来, 就像人家告你的状, 说你直接干预办案, 你确实是受人口实了, 今后你还是得注意下工作的方式方法。 乔梁正色道, 郭书记, 我知道了, 以后我一定会注意的。 郭兴安点点头, 那没啥事了, 我待会要去黄园一趟, 就不多留你了, 你回头把郁江河直接带过去, 让他早点上手, 你也好轻松点。 乔梁点了点头, 站起身道, 郭书记,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乔梁跟郭兴安告辞离去, 从办公室里出来时, 乔梁对王章华道, 王科长, 我先下楼了, 你跟那郁江河说一声, 就说我在楼下等他。 好。 王章华笑道, 乔梁从楼上下来上车, 一直在车上等待的司机魏浩云问道, 乔书记, 咱们是直接回答官吗? 乔梁摆了白手, 先等等, 还有一个人。 魏浩云疑惑道, 还有一个人。 乔梁笑道, 可不是, 这趟过来, 市里的郭书记还给我安排了个秘书。 卫浩云听了道, 郭书记对您还真是关心, 连秘书都帮您安排好了。 乔梁笑了笑, 没多说啥, 他心里还在想着郭兴安说的别人告状的事, 特么的, 到底是谁到郭兴安面前来告状的? 刚刚郭兴安亲口否认说, 不是胡广友, 既然不是县局局长胡广友, 那还有谁会干这件事? 乔梁眉头紧拧, 突地, 乔梁拍了下眉头, 郭兴安说, 不是胡广友到他跟前告状, 不代表不是胡广友跟市里告状, 那胡广友只是区区一个县局局长, 对方还没资格直接到郭兴安那去, 但有可能是胡广友跟市局的主要领导告状, 然后市局的主要领导才去跟郭兴安反映的这件事, 乔梁如此推测着, 越想越是可能, 心想自己刚才多少有些被郭兴安的话带偏了思路, 绝对就是胡广友跟市里告的状, 除了他不大可能有别人, 因为曹清明已案, 他是直接交代胡广友的, 乔梁目光阴郁, 特么的, 曹清明失踪一事, 他都没啥动作呢, 只是建议县局予以刑事立案, 就有人告状到郭兴安那去了, 这里头绝对没那么简单, 乔梁想着心事, 突然想到自己上一趟来市里报道, 准备去拜访一下宋梁没能成行, 因为宋梁去京城了, 这一趟来了, 那就顺道再去一下, 心里想着, 乔梁下车, 对卫浩云道, 小卫, 我再进去一下办公楼, 待会要是有个叫玉江河的人下来, 那是郭书记给我安排的秘书, 你让他在车上等着, 好的, 乔书记, 魏浩云点头答应着, 乔梁说完就下车进了楼, 上周宋梁去京城没在, 现在早已回来, 乔梁想要去拜访宋梁, 主要也是想着, 双方多多少少有些情谊, 而且, 宋梁也跟他一样, 是从江州调过来的, 对方现在又是市里的副书记, 虽说郭兴安已经十分支持, 他的工作, 但要是宋梁这个, 作为市里三把手的副书记, 也能大力支持他, 那他在市里边, 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 这能让他少一些撤肘, 更好的, 在县里大展拳脚, 乔梁来到宋梁办公室, 宋梁这回刚好在, 听到秘书汇报后, 宋梁目光微动, 很快就让秘书将乔梁请进来, 正了正神色, 宋梁看着走进门的乔梁, 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小乔, 你怎么来了? 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万一我刚好不在, 你可就白跑了。 乔梁笑道, 宋书记, 我也是临时来市里, 早上郭书记的秘书, 突然通知我来一趟市里, 这不, 我急急吼吼赶过来, 见完郭书记后, 我就想着, 还没来拜访过您呢, 顺道过来看您在不在, 宋梁随口笑问, 怎么, 郭书记, 找你有什么急事? 乔梁笑道, 我刚到达关工作一星期, 就被人告状, 告到郭书记这来了, 郭书记找我过来, 对我进行批评教育呢? 宋梁愣了一下, 玄机关心地问道, 小乔, 你被人告状? 是什么原因? 乔梁笑道, 达关县红木乡, 有个副乡长教曹钦明, 失踪了一年多了, 一直没下文, 县局那边一直都是当普通的失踪处理, 我就建议县局说应该予以刑事立案, 这不, 立刻就有人告我的状了, 说我违规干预县局办案, 宋梁听了, 嘴角扯了扯, 这不扯淡吗? 你堂堂一个一把手, 就不能给县局办案提建议了, 就是直接下命令都没问题, 我看这是故意找茬, 乔梁笑道, 呵呵, 咱们体制内的很多事不都这样吗? 可以做, 但不能拿到台面上讲, 否则人家就能挑你的毛病。 宋梁点点头, 你这话倒是没错, 不过这说明达官县这潭水确实浑得很啊, 你这县书记新官上任, 仅仅只是过问一个失踪案就有人告你的状, 这是不是也有给你下马威的意思呢? 乔梁笑着耸了耸肩, 谁知道呢? 宋梁笑道, 小乔, 那你今后还真得注意点, 可别不小心在达官县翻了船, 你看你这个县书记还是高配的, 进了是班子, 这在达官县以前可是从来没有的, 偏偏你这样一个高配的一把手, 人家就敢给你下马威, 我看这达官指不定还真的是龙堂虎穴。 对宋梁这番话, 乔梁内心是赞同的, 也觉得宋梁如此说是为了他好。 寻思片刻, 乔梁笑道, 是的, 宋书记, 您说的很有道理, 不过呢, 既来之则安置, 既然组织上安排我到达官工作, 那就算是龙堂虎穴, 我也得闯一闯, 要不然就辜负了组织对我的信任和期望。